HELLO 我是滴滴 那我今天要幫大家示範居家快塞的步驟 拿這個快塞包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在藥妝店或者是藥局 或者是便利商店其實都買得到 那我們什麼時候會用到這樣的一個居家快塞包 那當然就是首先我們可能有出現一些護膠症狀 那就是懷疑自己有確診 或者是我們跟政府公布的確診的足跡有重疊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去購買然後來使用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去診所 索取 不過就是我們要敘述自己的一些接觸室或者是工作室 然後有醫師來評估說他會要給你這個快塞包 還是就是幫你專診去做拆檢 那我們打開的話就是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也會有說明書 所以其實不懂的話也可以看一下說明書 那裡面的話會有這個鋁箔裝的裡面有乾燥機 跟那個我們的卡夾 檢驗的卡夾 然後還有就是萃取液跟它上面的滴管 那上面是會有砍蓋子的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的五菌的裁剪刷 那首先當然就是要先洗手 我剛才以前洗了洗乾淨之後醒一下鼻涕 我也醒過了 那醒鼻涕之後我們裁剪幫你拿出來 頭朝上70度 然後把這個東西送進鼻孔大概2.5公分 然後再轉到3到5圈 那兩個鼻孔都要這樣子做 然後就完成了 然後裁剪完的話我們就把我們的裁剪刷放到我們液體裡面 然後一樣轉3到5圈 然後轉完之後讓它靜置 至少要靜置1分鐘 讓它完全的混合才會有效喔 好那現在已經1分鐘了齁 那我們一樣要取出前我們一樣就是 可以壓著管閉 把四管刷上面多餘的液體 擠乾淨 好 包裝裡面還有附一個就是塑膠袋 我們就把這個已經汙染的採檢棒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這個萃取液的部分我們就把滴管蓋上去 那就是到最後的步驟 就把液體擠在我們的測試的卡架上 大概滴入3D就可以了 然後就等待 等待15分鐘判讀的結果出來 那出來之後我們就把剛剛的滴管拆掉 然後裝回原本的蓋子 把這些所有的東西都放到我們的塑膠袋裡面 就可以完成了 掰掰 祝大家星期健康 如果篩檢結果呈陽性 或出現任何疑似症狀 請拨打高雄市衛生局 防疫專線07-723-0250 並依指示就醫 防疫小煎兵 我是柳丁哥哥 我是草莓姐姐 防疫期間 小朋友戴口罩 扣鼻 記得要覆蓋 室內要通風 保持社交距離 勤洗手 用肥皂搓洗20秒以上 不觸摸眼 口 鼻 少接觸 少群聚 常消毒 保持衛生 固定的人打菜 吃完飯 趕快戴上口罩 早晚量體溫 做個健康乖寶寶 如果有任何身體不舒服 趕快告訴老師和親友 保護自己也保護朋友 防疫好習慣 你也能做到 各位視頻朋友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高雄市今天 5月2號的疫情觀察 那我們今天是636 那因為 跟中央公佈的 有一點落差 就是轉型暗數 轉到其他縣市的 韓境外 總共有24例 那這個為什麼會 增加那麼多呢 是因為現在的通報 在登陸的時候 他是以他的戶籍地 那很多各位知道說 很多到北部地區工作 他其實他的戶籍 跟他的居住地 甚至都是填寫在 這個南部 那因為北部的疫情 他在那裡被匡列確診 所以 人 這個沒有到高雄 那或者是他其實 本身就是在 這個在北部地區 所有的生活都在北部地區 但是他這一兩天回來 因為感染在北部 那回來 其實他居住也在北部 所以 類似這種案件 其實在 昨天是非常的多 那有一些 在 這個 統計截止前 已經轉到 外縣市的這個比例 可能 將近大概 快有100例左右 包含了 這24例 總共大概100例 簡單講 都是在外縣市工作 那 戶籍在高雄 那有一些沒有回來 那或者是 在北部也許是 可能 這原因當然有很多 有可能是在北部的檢驗的量能 那因為比較緊 那 所以就回來南部裁檢 這個 這個也 也有 因證就醫 在北部工作 居住 然後回南部 因證就醫 等一下潘記政會跟大家說明 居家隔離的案件 因轉良 沒有社區風險 也 從66增加到83 外縣市的旅遊史 那 昨天是37 今天是56 也增加 特定娛樂場所 昨天是6 今天是13 但是我們檢視了 它的足跡其實是比較分散 這顯示風險來自於社區 那 密切接住者 是470例 昨天是324 增加了快 那 這個有140 到150 左右 146 是增加最多的 那 它增加的來源最多的在哪裡呢 同住親友 昨天是165 今天是219 這個也增加 那 娛樂餐飲場所 昨天是68 今天是81 差不多 職場 校園的部分 135 昨天是84 這個也增加了大概有 50 51 左右 那 135 裡面 其中 63 來自校園 那校園比例增加 校園的感染源在哪裡呢 還是在血統來自於社區 或者是同住家人 那高風險的場域有市場 還有部隊 或者是其他的群聚工作場所 那除了餐飲 娛樂之外的其他的 秘籍的這些場所 所以簡單講 風險在南北移動 然後滲透到社區 包括家人職場的群聚感染 所以這個部分 昨天也跟大家說明 在 在 這一個 五六日 那 因為從禮拜五開始回來 陸陸續續 在禮拜天 應徵就醫 或者是發病 那或者是 那已經回來三天 那家人一起採檢的時候 也同步確診 這個部分 還是 要 提醒大家注意 那這張圖 是三日移動平均 我們今天的數量跟昨天比 我們今天的數量跟昨天比 從 這個 所這個434到 到636大概增加了200例 好 所以這個區間就逐漸的三日平均 逐漸的往上 好 那這個很難避免 因為台灣 是一日的生活圈 好 那隨著這種 南北的移動 帶來的社區的風險 好 當然自然而然會增加很多 那也跟大家一直提醒 好 從台北到高雄 在 一般的這種 我們 對於 公共場所的規範 防禦措施的規範 其實 都差不多 那意思是什麼呢 當這個病毒 進入到社區的時候 那逐步的在 這個MPI的這個手段 這個非藥物的 公共衛生的手段 其實強度 在台灣 其實南北 其實都差不多 那換句話說 它慢慢的還是病例數會增加 那我們怎麼樣 讓它能夠緩步下來 或緩步上升 不要一下像 北部地區這樣曲線 一直往上走的這個趨勢 那除了說 那每一個市民澎華搭配合 這個相關的 這個公共衛生的手段 比如說勤洗手 用餐的 這個規定 那還有這種 包括說 怎麼樣能夠戴口罩等等 這個規定之外 要落實之外 那很重要 一個事情 就是說 這個風險 大家既然都知道 我們為什麼 花那麼多時間 跟大家說明 這個風險 這個南北移動的風險 就是要提醒大家 那 幾個風險的 對象 要提醒大家 我舉一個例子 那 譬如說家裡面有長輩跟小孩 因為小孩沒有 到現在還沒有打抗體 沒有打疫苗 沒有抗體 傳染很快 家戶傳染率會很高 我們在講的家戶傳染率就會比較高 所以 之前我們看到這個個案數 增加了這些個案數 在南北移動 都是大概年紀比較輕的 大概都是40歲以下 工作 求學 活動力本來就很強 所以 之前會看到KTV 那我們現在也看到Pub 或者是其他的 這個娛樂的 其他的這個場所 那 活動力強 這都是年輕 回家 就是老人 跟小孩 所以 我們等一下 李敏生醫師會跟大家講 小孩 怎麼處理 那 長照機構 或者是 在家的長照 的服務 我們也有加強的措施 那 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 你如果有 或是說你的董事 有去台北 或是你本身去台北 北部 不管是董事 這個 這個 雞人 新北 台北 這個場域 還是親家朋友 為那來 我們今天有 一些個案 親家朋友 因為過年沒回來 所以現在回來 這幾個 在台北四個家庭 四個回來 都在高雄確診 還未有出來 所以 有這個 方向的作文 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家中有小孩跟長輩 那所以 常 我們在家 接受長照服務的長輩 我們要 不是要求 我們 也 要拜託大家 這些人 你不要覺得說 他在家不會出門 因為 我們家中的其他成員會出門 尤其是小朋友 小朋友沒有打疫苗 去學校 染疫 不知道 因為症狀很輕 然後回來 阿公阿嬤長輩 就對了 是說 你本身在吃頭肉 你公司有人為台北回來 你就在公司 這個 這個 上廚的時候去餵到 你回家裡面 有這個 接受長照服務的長輩 或者是年紀比較大的長輩 他又沒有打疫苗 那很危險 所以拜託大家 長輩要趕快打疫苗 有一些沒有打的 我們有一些 鼓勵的一些措施 那我們也拜託 所有的長照機構 還要在家接受長照服務的 我們所有的長輩朋友 趕快打疫苗 沒有打的 那長照機構 我們派醫師去打 家中 假如真的長輩 沒有辦法活動 高雄市政府 會派醫師去打 真的 真的務必要打疫苗 那小朋友 現在已經開始在打疫苗了 所以這個部分 真的要提醒大家 因為風險最高的族群 疫苗一定要打好打滿 不然很危險 所以 也提醒大家 你們有一個觀念 大家一直都 回家裡 說 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師父都在家裡 沒有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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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家裡的其他人 會出門 所以風險很高 這點 如果在聽 直播的 所有的市民朋友 務必拜託大家 趕快 讓我們的長輩 施打疫苗 這個部分 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逐步的 各位看得出來 這個曲線 還是在 除了北部地區 其實其他的曲線 還是一定 一定會往上走 那我們希望說 能夠維持一個 穩定的 這個 這個 緩步的 這個上升 那慢慢的 讓 我們 這個需要 因證就醫也好 或者是 這個住院的 重症 重重症的這個 這個市民 可以受到最好的照顧 那我先請潘潛基 來跟大家說明 這個 這個疫調的結果 是 各位市民朋友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今天 中央公佈高雄市 總共六百六十例的 分路個案 那經過我們的 這個疫調 那也發現 事實上 陳如剛市長 所說明的 在 廉價當中 南北移動的案例 相當相當的多 那在 昨天到今天為止 那我們總共 轉嫌出去的 那包含 已經轉嫌出去 還有在 這個 案號公佈之前 這個 案號公佈之後的 有二十四例 那所以呢 在六百六十例的一個 個案當中 扣除這二十四例 其中包含 有一例 境外移入的個案 那因為 系統的判別 那我們 也是 判會排除 那二十四例當中 二十四例當中 包含的 二十三例的外縣市 以及一例的境外移入 所以總共是 六百六十四例的 本土個案 在這當中有八十三例 是屬於 隔離期間 應轉養的個案 是沒有社區感染風險 在外縣市 旅遊市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在 台北 桃園 新北 新竹 以及在澎湖 嘉義 南投花蓮 台南 屏東 都有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移動風險 那這個移動風險 來講 那比較 在昨天的觀察 大概 大部分 都是在 四月二十九號 二十八二十九號 這邊的一個 接觸風險 所導致的 這波 疫情的一個 高峰 那這個二十九號的一個接觸 那其中也包含著 有一些 在 部隊方面的一些 個案 可能因為營區裡面 發生了一些狀況 那分別 由 它的駐地 移到我們的居住地 就高雄市這邊來 那這部分 包含著 我們之前已經知道的 有一個 在屏東有一個 這個集運中心 那北部 中部也都有 這樣子的一個 北部跟 台南也都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在 特定娛樂場所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在目前來講的話 相關的 一些場域 那包含在 我們等一下的足跡裡面 都會公佈 那主要分析這636例的一個狀況 在整個陽轉 還有匡列 也就是說我們在 之前的疫調 因為主要的個案 而匡列它的同住家人 或是職場接觸者等等的這些 對象 總共 我們有這個 三百 三百 三百一 三百 二十五例 三百 三百三十五例 三百三十五例 那 因證就業的部分 有三百零一例 那三百三十五例 跟三百零一例 基本上比例上面 跟我們之前兩天所 計算的差不多 大概都是在 五十Percent左右 那這個部分 跟之前的一些 社區的狀況 是類似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 在因證就業的部分 昨天有觀察到 在急診 拿著快篩是 快篩陽性的一個狀況 那到急診去 要求就醫 採檢PCR 或者是 已經本身有 相互細膠症狀的 這些個案 會比較多 那這些 我們在統計上面 也因為 它的一個 南北移動 那我們也納入 今天 在這個密切接觸者 在這個外縣市旅遊室 以及相關的 這些同宿親友 這一部分的 一些 統計對象 那這是在特定威樂場所 在這兩天 在昨天 確診個案的一個 比較特別的足跡 那這個部分 在之前 我們的圖卡裡面 都有顯示過的 一些狀況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說有 這個 確診個案的足跡 在裡面 有兩個以上 那我們就會 在我們的風險 警示上面會特別拿出來講 那另外剛才講到 因為在 南北移動的一個狀況 那可能 在年輕化的這個族群 比較 活動力相對的強 那在 休閒娛樂的部分 那可能跟 呼風零辦 然後前往這些酒吧 之前是唱歌 那這個部分 都有一些影響 在這邊也要特別呼籲 其實 同住家人 是我們這個 掛念的一個對象 那包含在 這個 老小 這兩個部分 那如果在 這個 高齡族群的部分 或者是 小孩族群的部分 能夠 多 多一點這個關懷 那可能在 涉足這樣子的一個 高風險的場域 那會多一點的防護 那這個部分 也要提醒市民朋友 務必要去 在意這個 這個風險 那另外 在市場的部分 弱多工市場 跟商業市場 我們都監測到 有確診個案 是到這邊來消費 那當然 針對這樣的一個風險 我們也會匡列 在相關的一些消費的 攤商這裡 來進行採檢 那這個部分 目前是局限在 這個消費者的 這個 確診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密切的 監測市場風險 好謝謝 那我先 是不是先請 謝局長 來跟大家說明 我們今天 小朋友開打疫苗 在今天的狀況之後 再請 這個 我們高一大的 李主任 來跟大家說明 好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各位市民 那我們今天 按照這個 安排的期程 5月2號 開始施打 這個國小的 這個疫苗 那第一天 安排有四所學校 那我們 收集起來 人數總共 人數是150位學生 但其中有70位同學 願意施打 所以目前 算起來的 施打率是 四成七左右 那經過 早上的施打部分 下午也有一兩所學校 在施打 目前來講 都相當的順暢 除了少部分 一兩位同學 情緒比較緊張之外 其餘部分 大部分都經過老師的 安撫 事實上都順利完成施打 那我們這個 這一張圖卡 就是我們 今日施打的狀況 好 那我們的醫護同仁 都非常的 細心 而且非常的小心 來照護 這些同學 那我們學校 也特別安排了 這個有趣的 這個衛教的一個影片 那同時 施打完前後 都有休息區 在休息的時候 我們這個 有辦理的有獎爭打 讓學生在這個環境裡面 能夠 心情能夠比較 書解 那我們 也有一兩所學校 有發放點心 來讓同學 來看看書 在這個休息的時候 能夠有些心情得到書解 那我們非常感謝醫護人員 全力支持學校的 這樣施打作業 目前都非常的順利 那我們這邊再次重申 我們的施打作業 明天還會再持續繼續下去 我們滿六歲的學童 接種莫德納的 會有這個七天的思考級 我們會請家長充分的考量 在勾選醫院回來 回報 那我們 同樣都是 可以選擇 在校施打 也可以在合格醫療院所 來做施打 那我們也要提醒同學們 一定要充足的睡眠 多喝水 那請學校導師 老師一定要 來跟學生講解這些 誘教的 這個接種的一個須知 相關的規定 那另外特別是施打之後 如果 同學 有任何不適 都可以申請 這個疫苗假 我們學校都會給予 這個同意 而且不會列入出缺體紀錄 所以只要有任何不適 需要請家 我們都會予以同意 那我們 學校這邊也會 減少這個激烈活動 兩週以內一定是 減少激烈活動 來關心同學的健康 那我們持續也會請老師 注意 我們兒童的一個 接種後的一個 任何狀況 持續給予關懷跟照顧 好 那大致上 今天的疫苗接種 來說明 謝謝 那接下來請李醫師 來跟大家說明 疫苗的 這個 利弊得失跟整個風險的一個分析 我請 這個我們的李主任 來跟大家說明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各位市民朋友 各位記者朋友 大家午安 我是高雄醫學大學 複色中和醫院的李敏生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跟大家介紹說 我知道說因為今天有個重症的小朋友 大家一定 各位家長一定是除了擔心疫苗以外 一定是會擔心說 我們的小孩會不會是一個重症的個案 尤其是染疫之後 那沒有染疫的也會擔心說 會不會這個孩子會變成嚴重的 那所以我們有必要再回頭來看一下說 我們兒童這個COVID-19患者的嚴重度 稍微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那這張圖很複雜 看起來字很多 那不過原則上大家只要記得說 輕症就是我們一般認為的感冒 簡單說是這樣 那中度重度極重度 那大概就是說他有肺炎 那當然肺炎的嚴重程度不一 那所以就會有中度 重度跟極重度的差別 那怎麼樣去分辨說 我們這個感冒的小孩是不是有肺炎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表現是呼吸急促 那也許大家都覺得說發燒發燒 不一定肺炎一定是會有明顯的發燒 就像今天這個重症的兒童一樣 不見得他會出現明顯的發燒 讓我們發覺 不過如果他有呼吸急促的話 那我們就要知道說他可能已經肺炎了 那所以怎麼樣學會判斷呼吸急促 是每位家長都應該要學習的 那另外還可以從這邊看得出來 告訴我們就是說 沒有辦法餵食 沒有辦法進食 倦怠意識喪失 抽搐 這個呼吸困難 都代表說他是一個嚴重的表現 那所以我們在照顧小孩 一定要學會去分辨說 他嚴不嚴重 那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中央在 我們看過去四個月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我們兒童的個案 99.97% 其實都是輕症或者是無症狀 那即使加上今天這一名死亡的個案 實際上目前是13000多位小朋友感染 那其實真的中重症的比例其實還是相當的低 大部分小朋友都是染疫的 都是輕度的或者是無症狀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從這些輕度無症狀的人 找到說他是一個嚴重的個案 顯然是我們每一位包括家長 包括醫師都必須要學習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慢慢的可以從這個流行 比如說像我們在醫院的住院可以發現說 我們慢慢的像美國一開始的Omicron的流行一樣 可以看得到說兒童住院的比率明顯的增加 那當然從美國的經驗也可以知道說 兒童感染Omicron 雖然住院的比率增加 不過實際上重症的比率並沒有增加 那重症的比率沒有增加 為什麼住院的比率會增加 其實就是可以從這個圖卡很明顯的看得到說 兒童發燒的比率 比起青少年跟成人高很多 兒童大概有六成的人會發燒 那我想各位有照顧過過孩子的家長 或者是醫師都一定知道說 有一句話說 孩子最怕燒 那所以小朋友最怕發燒 所以大部分的家長碰到發燒都會很緊張 都會希望說趕快就醫 都會覺得他嚴重 那不過實際上的狀況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兒童絕大多 雖然發燒的比率高達六成 不過兒童絕大多數都是輕症 都是不嚴重的 那怎麼樣從這些不嚴重的 我們不可能把每一個發燒都當成嚴重的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北部慢慢有一些塞車的情況 那我們慢慢的可以看得到說 如果在塞車的時候 光在急診室的等待 就有可能會造成一些遺憾 那我們怎麼樣能夠不塞車 那當然是要靠大家的智慧 大家有發燒的時候 除了要擔心以外 更要去學習說怎麼樣去分辨 因為畢竟發燒不一定表示它嚴重 一定有其他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知道說它嚴不嚴重 那當然為了因應這個可能塞車的情況 中央有定了一些需要住院的一些條件 譬如說中重症一定會住院 那年紀小的輕症如果有發燒 那他會讓他說住院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子會不會太寬鬆 或者是太嚴格 那會不會說我們這個小孩有發燒 該住院反而沒有住院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擔心這個問題 那不過我想這個是不需要特別擔心的 原因是因為雖然我們的孩子可能是大於一歲 沒有發燒 不過如果大家學會怎麼樣判斷這個孩子不好 不管是家長或者是醫護人員都可以學會的話 那這個孩子就會安全 那我們也可以從美國的住院數據可以看得到說 美國的住院率現在慢慢的下降了 大概是目前是0.7%的住院率 其實並不是說每一個感染Omicron的孩子都需要住院 那所以我們簡單現在目前的輕重症的分流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說這個他大致上是用一個風險來做區分 如果這個孩子風險比較高 譬如說年紀小小於一歲就被歸類成風險比較高 要住在醫院 那如果他有危險因子 他可能是需要住在加強版的其中檢疫所 或者是住在防疫旅館 那原則上這個就是一個風險的評估 這些人變成重症的風險比較高 所以他是輕症 他也需要做一些比較密集的一些去追蹤 去監測 那所以我們哪一些是危險因子 小於一歲是危險因子 年紀小 譬如說未滿兩歲的 除了年齡本身以外 他如果有一些慢性的肺疾病 有一些神經疾病 有一些心血管疾病 他是早產兒 或者是他的呼吸道有異常 那他的風險比 就是會比一般人的族群來得高 可能高到兩倍 1.6倍到2.2倍 如果是年紀比較大的孩子 2到17歲 那他如果有需要管胃 他如果是一個糖尿病 他是一個肥胖的孩子 那當然他得到重症的風險會比較高 那所以說 我們既然知道哪些是重症的因子 那當然我們最近在打疫苗 我們也必須要知道說 這些重症因子的人 打了疫苗可能會讓他的危險降低 譬如說誰的打了疫苗 危險可能會降低 像是說如果有嚴重肺疾病的 有肥胖的 有嚴重心臟病的 有糖尿病的這些人 那他打疫苗了以後 他會變成重症的風險會比較低 所以這些人應該要趕快打疫苗 那有一些免疫不全的人 他打了疫苗以後 風險可能還是高 那不過 有打疫苗 沒打疫苗還是有差 所以這些免疫不全的人 如果有機會打疫苗的話 也還是要趕快打疫苗 不要想太多 那至於說 大部分的人 都是會歸類在無危險因子的 那所以家長還是會擔心說 沒有危險因子的 我們居家照顧怎麼辦 那居家照顧最重要的就是說 要有這個警訊表征 要知道這些警訊表征 所以我們一再地強調說 這些警訊表征是需要在意的 那大家的觀念都是說 發燒很重要 發燒很重要 那不過新冠的小朋友 在變嚴重的時候 有可能是在第三天之後 才開始變嚴重 可能在第四到第六天 反而是比較要小心的 那這個時候燒不一定很厲害 所以我們只知道發燒 超過48小時 只知道說燒超過39度 這樣子可能不夠 這樣子我們的孩子可能不夠安全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這個小孩 如果退燒了 精神活動力不好 那表示說他有問題 表示說他可能脫水了 表示說他可能 這個病毒侵犯到中樞神經 都有可能 那如果這個孩子有呼吸急促 表示說這個孩子肺部發炎了 那如果這個孩子有持續的嘔吐 那他就可能會沒有辦法進食 那有可能脫水了就會沒有尿 那如果說有超過12小時的話 就表示說這個孩子是危險的 那當然醫師的評估也是根據這些點 不管他的年紀 只要出現這些嚴重的表現的時候 醫師都會想要讓他到醫院去 這樣子會比較安全 那我們要再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緊急送醫的條件 那這些緊急送醫的條件 我相信每位家長看到這些都知道說他很緊急 每個人不用學習 只要出現這些情況 意識不佳 唇色發白 呼吸困難 肢體平冷 每個人都知道嚴重 那不過不管是家長或醫師 可能都要在這段時間 要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孩子如果有一個新發的 以前沒有過的神經症狀 那當然最常見的就是抽搐 如果說這個孩子出現 這樣子的表現的時候 那不管他有沒有燒 大家一定要想到說 他有可能是一個新冠 甚至是一個新冠重症的可能性 那這個是要特別提醒大家的 那尤其是像今天的這個死亡的重症個案 那實際上他一開始的時候 並沒有被診斷成新冠 那後續才知道說 他是一個新冠的case 那所以說我們每一位家長都應該要知道說 這個流行可能會流行一段時間 那這些不是說等到我們感染了以後再來學習 而是說我們還沒有確診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要有這樣子的認知 那所以雖然我提出來說 輕症的人要寫日記 那不過實際上在這段時間 每一位生病的孩子的爸爸媽媽 都應該要寫日記 因為隨著這個疫情的流行 我們會發現有越來越多 原先沒有診斷 後來卻診斷新冠的個案 那所以說我們這個孩子如果生病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每天記錄 每天記錄什麼 每天記錄他的呼吸次數 記錄他的體溫 記錄他的進食量跟尿量 記錄他的活動力 那每天至少要記錄三次 兩三次 為什麼要記錄 因為你每天透過觀察 你才可以分辨說他的變化 那你突然想到說這個case 這個小朋友不好了 那這個時候有可能來不及 可是如果你每天觀察兩到三次 那你會很快的發現說 你的孩子跟前一天 前兩天有明顯的不同 那有明顯的不同的時候 你就有辦法即時反應 即時的就醫 這樣子的 這樣子你的孩子才是最安全的 那所以如果說大家還是覺得說 要計算呼吸次數 計算體溫 計時量 活動力這些 也太複雜了 那當然之前我們醫院的醫師有提出來說 我們可以用兒童平估三角來做判斷 就是簡單說就是ABC 我們去看他的外觀 外觀缺乏活力 他活力不好 退燒肉活力不好 表示說這個孩子有問題 他的呼吸次數快 表示有問題 那所以呼吸次數到底多快 各位 譬如說五歲以上 我們就每分鐘超過三十下 就算是快 所以大家要學會去 怎麼樣去觀察自己的孩子好不好 那他的膚色不好 我們就會知道說這個孩子不好 那所以當然孩子最希望說 各位家長能夠知道說 這個孩子生病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注意 要寫日記 要靠我們家長密切的觀察 這個孩子才安全 家長都知道說 孩子是我們心頭的肉 那當然這個孩子生病的時候 我們只有知道說 他發燒危險 絕對是不夠的 絕對是不夠的 所以這個呼吸次數 怎麼觀察胸凹 可能都要麻煩各位家長 要再把這件事情記在心裡面 那當然有一些 隨著我們這個疫情 越來越嚴重 這個小朋友染疫的個案 越來越多了以後 那我們要知道說 小朋友染疫之後 還是需要注意 尤其是染疫之後的二到六週 如果他再次發燒的時候 一定要去注意說 他有沒有腹痛 腹瀉 嘔吐 長疹子 眼睛紅 頭暈 這些表現 如果有兩項以上的話 我們要想到說 有可能是一個叫做 兒童多系統 嚴正症候群 雖然在預期在亞洲族群 在我們這邊可能發生率 並不是很高 他本來就是一個 罕見的一個病發症 不過他的致死率 實際上是可以高達2% 所以如果說在染疫之後 二到六週有再發燒的情況下 請各位家長 還有這個 有照顧孩子的 醫護人員 務必要注意說 這個海線的病發症的可能性 以上是我今天的介紹 謝謝 謝謝李醫師的說明 非常的清楚 也要提醒所有的家長注意 另外一個 剛剛有一張症狀的統計表 就是說 假如染疫的話 我們小朋友常常會有一些症狀 那各位看得出來 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發燒 佔了這個63% 所以提醒所有的學校 還有家長講好發燒 那一天就不要入學 趕快到我們的小藥科診所就醫 因為這個發燒其實在這個 疾病的一個判定上 尤其在疫情流行期間 也不能忽略說 有可能是這個 新冠肺炎的這個影響 那另外 大家常常也非常關心的 在居家照護期間 小朋友 假如要就醫怎麼辦 譬如說他有一些 這個 這個COVID-19的一些症狀 那怎麼辦呢 家長很緊張 所以我們整理了一張流程圖 那假如是緊急就醫 那就是家屬開車 過防疫計程車 過119 就趕快送醫 那你也不要再考慮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電子威力 這個就醫還是最重要 那些行政的規定 在疾病的治療的時候 還是疾病的治療優先 你就打119 假如你覺得真的很緊急 那你就不要 不要猶豫 你就車子先開了 那窗戶打開 做好防護措施 趕快送到急診 假如有一些 剛剛李醫師提醒大家的 這些緊急醫療的 這個 這些狀況的時候 那假如是 一般的症狀 因為這個小孩 差不多 感冒 他的症狀都是發燒 很多疾病他都是發燒 所以燒了有時候 因為像李醫師他是非常專業 是看小朋友的發燒 他其實是看多了 就比較 那這個 對於這些所謂的發燒 他就可以做一些處置 然後這些醫療的處置之後 他再做一些臨床的 這個判斷 就可以把一些 可能是短暫性的這個發燒 或者是 屬於這個真的是 重症的這個發燒的這個狀況 可以很快做區分 剛剛李醫師有講 就是發燒 稍微注意觀察 其實來的快去的快 所以 在一般症狀的時候 在白天 那我們都會有專責的兒科醫師 在我們高雄市是這樣 就算你當小朋友確診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 不管小朋友大人 我們都會指派一個專責醫師給你 有我們的診所 或者是在小朋友的部分 我們就會指定 專責的小兒科醫師 所以你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就在上班的時間 那你就問我們的專責兒科 那在晚上的時候 你就打電話到我們的居家照護中心 那我們會來進行通訊的診療 或者是我們安排就醫 然後 那假如需要到急診的話 就到急診來進行檢傷的分類 意思是說 由急診的醫師來評估 必要時影像檢查抽血 然後評估要不要住院 假如要住院的話 就要看PCR的結果 那PCR的結果 假如是陽性 那就專責病房 陰性就是一般住房 一般病房 假如沒有的話 那就零藥 零藥就可以回家 所以這當然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那萬一是屬於所謂的 這個緊急醫療的狀況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以小朋友的 這個身體的健康 那作為我們最大的一個考量 那另外一個剛剛講說 在家的這個長輩的風險 其實是非常的高 那住宿型的長照機構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在高雄市 我們有一個 在到5月底 這個日期 在這裡 5月底之前 所有的照服員 公費 我們免費提供快篩試劑 大概在每週三 來進行這個快篩 這個部分 也要拜託大家 這個部分也要 能夠特別的注意 那這個 這個試劑 是由高雄市政府提供 那住宿型的長照機構 這個就是我們的長照中心裡 包括安養之家 護理之家等等 那包括工作人員的管理 那希望說能夠遵守 這個相關的管理的一些規範 那住民的健康管理 那我們會請 因為住宿型的長照機構 都會有合約的醫療院所 當他的支持的 後送的醫院 本來就有 所以我們要拜託 我們的這些醫療院所 能夠每週都派醫師來問診 假如說有一些不適症狀 就應該進書安排就醫 那每日要拜託監測住民體溫兩次 那環境要加強傾銷 這個部分 那另外 住宿型長照機構的工作人員 這個一個禮拜快再一次到五月底 這個試劑由我們高雄市政府 免費提供 這個部分 跟大家做說明 那今天打疫苗的狀況 我想要特別謝謝很多我們的校長跟老師 也非常的用心 像在六龜的新發國小 還會準備一些布偶 來讓我們的小朋友 能夠心情能夠舒緩 那各位看得出來 這個像茂林多納國小 這個是在我們的茂林的這個部落 我們的小朋友 椅子都擺得好好的 每一個人都在接送疫苗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教育 所以老師你看得出來 他也非常的細心 那跟我們的學童 放課 來講解 這個打疫苗的 這個狀況 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這個部分 也因為老師的這種講解 所以小朋友 就情緒會 這個就會比較平緩 那這個也是在多納國小孩 也有家長或者是老師的陪同 我們的小朋友非常的勇敢 來接受疫苗的施打 那這個是大樹區的小平國小 我想各位就看得出來說 我們的醫護同仁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這個希望說 希望說大家 我們的小朋友大家都能夠踴躍的施打疫苗 那也希望說 在這裡包括所有的兒科醫學會 小兒科專科醫師 還有我們的疫苗的專家 都告訴大家打疫苗利大一弊 這個部分 也要拜託大家 那我們現在的醫療防疫的量能 這一張是我們每天都會公布的 來看看說我們現在的病床 防疫旅館跟居家招呼的這個部分 那各位看得出來 那我們的 這個 第一級的 這個量能其實只用了 大概是百分之十六左右 那還有百分之八十三點六的這個空床數 居家招呼的人數到二六四八人 那假如用這個分類來看 居家招呼 現在已經增加到八成 所以這些 換句話說簡單講 都是輕症 會比較多 那 我們的 評估 在居家招呼中心裡面 也會受到一些個案 陸陸續續 其實 有真正有醫療需求的 在居家招呼期間 其實 通訊診療或者醫療諮詢的 其實這個人數比例都不高 這個 也跟大家 做個簡單的說明 那另外就是 診所加用快篩的這個部分 各位看得出來說 我們後來 最近的這段期間 其實我們在診所裡面 這個 快篩四季的用量其實也不少 大概現在幾乎都是會超過兩千 以前大概 人數大概都一千左右 現在大概都增加到兩千 那也有三百七十億個人是 因為應證就醫在診所快篩 陽性然後轉診 確診的 所以 這個也顯示說 在社區的這個風險 其實有 那第二個也是 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分流 當你去診所看病 那我們是 這個有呼吸道症狀 那一定是快篩 快篩假如是陽性 那就直接到 我們的 這個篩檢站來進行採檢 所以在 在我們的採檢 就已經做了四度的一個分流 那這個是從 二月開始 高雄市就這樣做 在這裡也跟大家做說明 就不會再採檢 這樣人擠人 就在我們的診所 那診所醫師就會做最好的 這個疾病的診斷 所以 請大家 這個 不用擔心 在這個 輕症為主的 Omicron的病毒的趨勢之下 這個 只要做好這個相關的一個 觀察 盡量能夠在自主隔離期間 能夠落實防疫措施 減少傳染給家人 那這個是疫苗的接種 在幾個捷驗站的這個部分 也拜託大家 5月5號 5月6號 5月7號 在幾個重要的這些節點 醫院診所都可以打得到疫苗 也拜託大家 永遠施打疫苗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記者會的內容 不曉得各位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市長 那請在場的媒體朋友 如果有提問的話 麻煩請庶民您的單位 並簡單敘述您的題目 謝謝 自由時報提問 請問一下就是 剛剛局長有提到 今天小學接種 有少數學生怕打針哭 那除了這個以外 有沒有小朋友 有出現疫苗的不良反應的 謝謝 好 我是不是請 謝謝局長說明一下 好 謝謝提問 我們今天的施打狀況 除了少數的情緒 比較緊張之外 其餘的部分 都相當良好 目前沒有特殊的狀況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 聯合報提問 我再說明一下 因為都是幼稚園 所以都因為幼稚園 所以我們帶 匡列隔離 我們標準是比較嚴格 就是說 假如有風險 我們就會 採取一個比較 擴大的一個 匡列隔離的方式 來確保血統的安全 帶幼稚園 因為沒有戴口罩的很多 這些掛不住 口罩掛不住 都趴趴走 下課 大家在玩廁所 或者是郵具 大概都是公用 所以 這個部分 我們會比較 積極的 來進行 我們的防禦措施 所以十一家 大概都是幼稚園居多 好 還有嗎 如果這場媒體朋友 沒有進一步提問的話 那麼線上有幾些媒體提問 首先 三弟跟民視所提問的 有關於施打的狀況 那剛才教育局長 已經做了一個說明 那麼 三弟想要提問 大概第一個 今天的國小學童施打第一天 那有些家長猶豫不定 那想請教小朋友 打吃莫德納 或者是DNT的優學點為何 那第二個 高雄市施打疫苗 從偏鄉國小開始 那河美鄉研究員認為說 如果從兒童有慢性疾病的話 那強烈建議接種 那請問兒童施打疫苗的順序 參考考量為何 如果有慢性病的兒童 接種的注意事項為何 好 我請李主任來說明 謝謝提問 那就是原則上 這個河院士的一個建議 就是建議說要 這些有高風險的人 先打疫苗 那當然是符合 學理上的一個建議 那我們從這個圖卡 可以看得到說 變成重症的危險因子 都是這些有慢性疾病的患者 那當然他如果有打疫苗 我們就可以把它歸為 風險比較低的一個族群 所以這些人當然打疫苗 是勢在必行 而且是很迫切的 所以這些人不要猶豫 趕快去打疫苗 那免疫不全的人 雖然他沒打疫苗 也可能 有沒有打疫苗 都可能會被歸代危險群 不過有打疫苗 跟沒打疫苗 重症跟死亡率還是會有差別 所以當然如果說我們要討論哪些人 要最優先 一定是高危險群的優先 所以高危險群的人 當然先打疫苗 這是沒有 不需要懷疑 那不過對於一般的族群來說 雖然我們不是高危險群 不過小朋友染疫了以後 就像今天有一位重症的個案死亡一樣 小朋友染疫了以後 一樣會重症 一樣會死亡 那所以說打疫苗是可以降低重症 降低死亡 那小朋友打完疫苗 也有機會不染疫 那所以打疫苗 還是我們強烈的建議說 應該每一位家長 都應該要去思考說 這個小朋友 能不能讓他儘快接種疫苗 那至於說疫苗的好壞 這個比較 我相信每位家長 都自己有自身的經驗 知道說我們都經歷過了 比較AZ 比較莫德納 比較BNT疫苗 比較高端疫苗這個經驗 原則上疫苗本來就沒有辦法放在一起比較 那疫苗的我們是一個所謂的風險利益評估 打疫苗難免有一些些微的一些風險 就是所謂的它的副作用 那不過如果說我們評估它的好處 遠遠大於壞處的時候 那我們就應該要接受這樣子的一個疫苗接種 那當然每個人對於風險的評估 不大一樣 有些人就是 就像剛才提到的這個症狀有發燒 有些人就很緊張 就要趕快就醫 那有些人有發燒 然後他會真的觀察一兩天 覺得說他這個孩子有症狀 他才去就醫 那所以每個人對於打疫苗的風險的評估 當然是不大一樣的 那基本上是尊重 那不過大家是要多了解這個疫苗的好處 那再去評估自身的風險的管理 然後去給這個孩子做最好的一個處置 那以上是我的建議 好 謝謝 好 那民視想要提問 那民視跟TPBS跟中視 想要提問說 有國小學生確診 那麼班導師要求確診的學生家長 那麼自行通知班上其他的家長 那但是因為涉及個資 所以該家長沒有辦法聯絡全班的家長 請問這種狀況應該由家長來通知嗎 請問校園確診的通報的SOP是什麼 那另外民視也想進一步提問 那陳時中部長有說 未來要買到成本價 59元的快篩劑的可能性比較低 那想請教市長以後的價錢 快篩劑的價錢的狀況為何 請市長說明一下 謝謝 好 我先講這個疫苗購買的價格的這個部分 對 那個快篩劑的部分 那個之前我們就講得很清楚 這個是因為大概在1月2月的時候 我們高雄市就超前部署開始買這個快篩劑 而且我們下單一次就10萬20萬 所以在1月的時候我們就開始主動開始在積極洽商 那中央的CDC當時就大量的向這個廠商來做採購 所以當時的價格因為供過於窮 因為當時疫情還不嚴重 那我們因為包括一些高雄港的一些群聚事件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大量的這個採購快篩劑 所以我們就加入了這個共同契約採購的平台 所以當時買到的價格我們當時一口氣就定了35萬 所以我們早就定的價格就是35萬 這個契約的規定就是35萬 所以我們買了這個便宜當時的價格 現在看起來是比較相對來講是比較低的部分 那現在因為是個市場的供需 還有為後來的這些成本的部分的一些 這個價格有上升 所以我們為了確保我們高雄的快篩劑劑 雖然價格上升但是我們還是在 購買大概100萬支左右 預訂大概100萬支左右的快篩劑劑 所以這個疫情其實很容易推估 以現在的狀況這樣緩步上升 你看台北或者是新北或者是北部地區 在個案數一天大概很快就會增加到可能一天大概一萬兩萬以上都有可能 那你推估高雄的這個我們未來的這個 雖然我們的這個上升是比較落後 比較這個緩慢 但是這個病例病例數一定會增加 所以快篩要來取代部分的這個我們要降低的這個傳播力的措施 快篩劑劑是有期的需要 所以簡單說就是說 有人在說比較白話就是以篩代格 所以你一定要用快篩劑劑 所以當然快篩劑劑要趕快買 所以就要備貨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59塊的價格是在於說 大概是今年一二月的時候 我們因為中央辦理的共同供應契約 那我們下的量也夠 所以我們當時取的價格是59塊 這個價格是這樣來的 不是說我們現在買59塊 是我們當時簽訂的契約就是59塊 所以我們買到比較便宜的快篩劑劑劑 這個做說明 那其餐的這個部分 我請判記這數明 是也謝謝提問 那有關於校園這一部分的一個通報 那我們的SOP 昨天也有這樣的一個論述 分成兩條線 第一條線是 由這個醫院端這邊 因為裁檢的確診 PCR陽性 發簡訊 到個人的手上 然后我们这边在卫生单位这边会经过法定传染病系统 经由这个疫调 经由占星中心这边会通知个案 如果是卫生联的一个学生的话会通知他家长 然后就进行相关的一些匡列事宜 至于在整个的校园的接触风险的部分 那我们会请教育局这边也拜托学校 针对该生在学校的一个活动范围里面 匡列他所在班级 以及他这段活动的密切接触者 作为这个匡列的风险对象 那风险对象的部分 那当然会有相关的一些个人资料需要填报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依规定办理 以上说明 好谢谢我再请教育局协局长说明 好谢谢提问 那有关于我们跟卫生局的合作模式 卫生局通知教育局有学校确诊之后 我们马上就会联络这个学校校长主任 还有老师成立群组 那同时卫生局教育局的人员都会进入 马上去做一些匡列的这个原则的讨论 那当然也会立即联络做一些处置 比如说隔天要列居隔的 我们一定会开始通知这个班级的所有学生 那通常我们的标准模式是由学校的主任 或者是老师指派适当的人来做联系这个工作 那如果有班群 有一些LINE的社群等等 也会透过这些社群来联络 那这一次因为这个个案发生的时间比较晚一点 那因为隔天早上要上课 所以可能是导师他在联系上 他会觉得可能一个一个联系可能会太慢 所以他就有平常有联系的家长 他会帮忙来传播这些讯息 所以就有请家长来帮忙这个事情 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在防疫的事情 跟班级的事物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不以透过家长之间的一个联系来传授 这部分我们会请学校 还有我们教育局也会针对这个流程 做一个检讨 那我想基本上整个SOP是没有问题 是实际执行商因为随着案件数的增加 稍微有一点可能有一些miss 我们会针对这部分来检讨 以上 好谢谢 这个也请大家放心 这个我们在处理校园的这个感染的时间 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当然也有我们这个SOP 简单讲 我们现在大概几乎只要有个案 第一个问题一定问说家中有没有小朋友 家中假如有小朋友 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在该可能的风险的 我们的小朋友就一定要赶快验 那你等到隔天还没验出来他已经上学 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风险的时候 就会造成学校另一波的感染 所以我们通常这个小朋友假如这个有风险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同步会通知学校 说有一个小朋友 大概可能是家里面有人确诊 那学校要启动应变 所以通常各位知道我们在大量这种检验报告出来 早上采检大概报告出来都是在晚上的时间 所以作业的时间都非常的压缩的非常的紧 所以校长要找主任 要找老师 那同步的要把每一个小朋友的家长都联系说 那该班明天不用上课 是要花一点时间 那我们也要求说 我们的校长在整个防疫的工作 必须负起这个责任 在联系上 大概很多的校长都非常的辛苦 晚上晚上 整天都没睡觉 这种情况是非常多 尤其只要涉及四五班的状况 那这个联系上会比较 这个在时间上会比较紧迫 我那是撒去拔枚 你总是先联系会比你隔天 把小朋友送到这个学校的时候 的风险要来得低 所以这个个案 我们也了解说 因为可能是这个老师 也请家长协同在帮忙联系 那个老师也在打电话 但是那学校我们也会要求 务必在每个班群的群组的建立 还有平常的联系的机制 学校要能够以这个不断的去检讨 这种通报的机制 务必很快的能够取得所有的私生的联系的一个管道 跟他的身体的状况 在疫情的流行期间都必须充分的掌握 好市长还有两题 那中市想要提问 那有家长表示 他就读幼儿园的小女儿 因为同班同学确诊 所以被隔离 那因为大女儿跟小女儿生活在一起 所以家长担心大女儿去学校会抄养给同学 所以他主动将大女儿隔离 但是学校却通知大女儿还要上课 那请问依据防疫规定大女儿需要隔离吗 好谢谢 我请潘静正来说明 是谢谢提问 那我想从这样的叙述里面 那我想 幼儿园的小女儿 她是接触者 她是被隔离 就是没有被确诊 那接触者的接触者 接触者没有确诊 接触者的接触者当年就没有确诊 因此没有相关的风险 所以是不需要隔离的 好谢谢 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最后一题 那ET Today想要请教 就是说 根据ET Today他自己所掌握的 有几间学校有确诊者 那确诊者的家人 就他的弟弟妹妹 依然到校 结果上了半天班之后 半天课之后才被紧急带回 那另外还有一些 有接触确诊者的同学出现一些症状 那学校还是放人进去校园上课 所以这部分是不是可以再 请市府再重申相关的防疫规定 像是是不是生病不到校 以及确诊者的同住家人为自主防疫者 那依照规定不能到校 那如果违反相关的规定 是否是我会追究学校的司长的责任 或者是针对家长或学生开阀 因为还是要有一些个案 假如说我们家长 学生有什么疑虑 这个还是要跟我们卫生局 或者是教育局 或者是校方来联系 这样才在讯息上 我们才能够比较清楚的判定 因为提问的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到底是哪一所学校有这种状况 那处置的部分 我们也会随时的来做掌握 那其他的部分 我请判计证来做说明 是 首先我想要 我想要说明的是 在目前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检验的结果 随时都会有更动 也就是说 今天他也许在採检的早上 是属于这个採检的个案 但是到下午 他身份就变成确诊者 那因着身份的转换 第一时间我们通知的时候 就成为刚刚我们讲到的 我们第一时间会开始问 这个确诊者 你的同住家人 有没有是小朋友的 那如果是有小朋友的话 那当然就立刻 要把在学学生 要把在校的学生 先从校园里面 先让他离开 那离开之后採检 才会知道说 在这校园的环境里面 他有没有被 有没有传播的风险 所以大概会有这样子 一个紧急的状况 就这叙述来看的话 那第二个就是 当然在目前校园安全 是我们防疫的一个重点 那在 所很多的症状监测上面 包含发烧 包含相关的症状 发烧物系统症状 以及同住家人 是不是被匡列为风险对象 自己是不是也 连带的被匡列为风险对象 这个部分 我们都有很详细的规范 那只要 只要你的身份 被匡列为风险对象 基于校园安全的考量 就不能够进入校园 当然在相关症状的出现之下 那这个部分 也是不允许 在目前的这个阶段 那被忽略 然后去进入校园的 以上说明 好 谢谢 好 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问题 好 问题 以上没有进一步的问题 那我们记者会就到此结束 那谢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参加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